第四節 這一節我們要開始一個疑問 如果在這個水裡面 溶了很多的物質 或者水溶性 其實對一個人來說有什麼影響? 看你溶了去的那些是什麼? 水溶可以溶進去的 基本上都是一些叫做Ionic compound 或者你說糖也可以溶進去 其實基本上就是一些比較帶極性的分子 什麼叫帶極性的東西 就是說在那個分子上面 你會比較看到有些地方是偏正年 有些地方偏負年 那說那些離子化的那些 比如鹽糞木法納B 那些東西它很容易變成離子上面是帶電的 那這些東西帶極性的東西 帶正電帶負電的東西 無論它分離之後是帶正電負電 因為它本身就算不分離 自己本身上面都有一些 不雲巡的電荷分布的時候 這些東西是比較就會溶在水的了 但是你說對哪些東西有害沒有害 其實你會看各邊是溶那些什麼下去的 就是有些東西你溶少少下去都會死掉的 有些你要適當溶少下去才對的 糖、鹽這些都是這樣的 但是在這裡其實我想帶起一件事情 其實有一些東西我們知道可以溶到在水 但是其實往往我們知道 其實有時候那些氣體都溶不到在水 台長如果你看到大家聽眾的人知道 你家裡有養魚就知道了 我們就要打那些氣 打那些氣、打那些氧氣到那些水裡 令到那些魚可以生存的 尤其是如果甚至乎是做漁民的 那些自己養魚的 有紅潮來的時候 更加急不及待 立刻要開了氧氣崩 因為如果不然那些氧就會被那些草類 那些紅潮的那些草類 用光了 接著會被焗死那些魚 所以其實我們經常想一個問題 我們用不了多少有用的氣體在水裡 對於魚來說是有用的 甚至乎人來說 其實我們不小心也是 我們用到多少氧氣在我們的血液裡面 其實就等於我們去吸到多少氧 那這個就回到一個很基本的問題了 如果我們要明白到那些這樣的離子 那些什麼極性的分子 怎樣去溶在這個液體裡 這個相對容易 但是為什麼我們的水 甚至血液有能力去攜帶了額外多的這些氣體 甚至乎氧氣會帶了下去 那些二氧化碳也帶了下去呢 那這個完完全全是另外一種生化 和生物物理的事情來的 那大家可以想像到就是 我們其實呢 由這裡的題目就想帶起就是 我們想明白到 我們怎樣去透過了解氧氣或者二氧化碳 融在水裡面的那個過程 來幫我們了解到我們血液 含氧或者是含氧化碳那個機制 甚至乎我們想到一些介入的方法 令我們的血液可以含氧高些 或者二氧化碳排得快些 那你就可以想像到 會不會最後我們想到新的急救救人的方法 那所以呢 這些這樣的關於氣體 尤其是氧氣怎樣融在液體 融在水裡面這些過程呢 其實我們很有興趣去研究 我們看這個文章的標題 其實我們不知道它那麼重要 因為順序是說可以用到多少的 這個就不要小看 它就叫做Micro-porous water with high gas solubility 就是它說的一些很獨特的水 我有一陣子說的那種Micro-porous是什麽意思 它這些水是有很高的 是有比正常的水有更加額外多的 可以溶解氣體的能力 它這裡特別說是氧氣 那它其實就想到 有人就想到那個trick 怎麽樣去提高這些水分 就是適當地去加入一些添加劑 去令到有一個結構 一個物理性的結構出來 你利用這個物理的結構 去提高了那堆水的帶氧能力 那說到這樣 再加上剛才那個引言 我就會覺得 其實看到這個研究是多麼重要 它是刊登了在自然的期刊 然後不單止 其實這件事情 如果沒有大家去幫忙支持 我是很難看到這篇 不是那麼容易去看到這篇論文的 因為是要付錢 都付幾貴 但是它自然期刊 這個星期的專題 就用了這個專題的報導 你想像一下 如果那一期 其實你發表了一個研究 去給自然期刊 去刊登 你已經有得威 它現在主要是給你做封面 封面的專題 這個是一個哈佛的研究小組 去做的這個研究 你想像到就是學術界的 覺得這個研究是多麼有價值 但是因為都是一個版權關係 我也都不方便 去將整篇文章 在那裡展示出來 但是台長就展示到 已經公開做的那個概要 那個責要 我們看到的 但是就這樣 這類這樣的研究 我自己很老實講 我不是專長的 我都是唯有憑著自己 一個小小的科學眼界 去盡量去理解這回事 那我又想提提一件事 我也是剛剛這個星期 其實私人找出來 但是其實這件事出現了很久 世界上總是有些人 很喜歡玩閉氣 最新高的二十幾分鐘 是啊 二十幾分鐘 你正常人 你閉氣超過三分鐘 你如果說 那些電視劇裡面 你要掐死 那個奸角要掐死 一個無辜的受害者 好像幾分鐘就搞定的事 為了時間關係 其實就是 那個幾秒鐘就告訴你 掐死了那個人 實際上你真的要令到 那個人死而死 你其實說用分鐘的時間 你不會想到二十幾分鐘 你二十幾分鐘那個人都還沒掐死 你覺得 嘩你還發生什麼事 是不是很邪 這樣 但是有人竟然可以閉氣二十幾分鐘 但是台長你知不知道 他其實做了什麼手腳在那裡 我不知道 是的 正常人 你自己吸一口氣 掐著鼻子 你不可能熬到這樣 你就算硬要熬 你熬得過三分鐘之後 你熬得到永遠了 因為你永遠不會醒來的 其實就是因為我們不可以缺氧 但是為什麼那個人可以最後 去維持到有這麼多氧在那裡呢 我一開始就想 是不是這個人要潛到水底呢 因為其實有朋友玩開那些水底深潛 不帶氧氣瓶那些的 是一直是落到很深的 落到二十幾米那種的 是不帶任何裝備的 但是你會想 哇這樣做很危險的 但是原來那種這樣的極限這樣的潛水 它有一件事是跟我們的身體機能 都有些關係就是 你越往下面的壓力越大 你的壓力越大 往往就會幫你將一些 原本在你的肺裡面的氧氣 而是你的肺裡面的肺泡 還未接觸得到的那些 幫你壓下去 就是說其實我們吸一口氣 呼出來我們用不完那一口氣的 我們吸了進去 我們只不過用我們的肺功能 拿到部分來氧 我們敷一口氣出來裡面 還有很多氧氣在這裡 所以其實我現在吸進去 其實在肺裡面那堆氣 還有很多氧氣在這裡 但是你如果去到那些 這樣的深潛度 其實那種壓力是幫助你 將那些那一口氣裡面 那些氧氣壓下去 那個肺裡面用 所以反而 是一般你可以 如果用一些比較深潛潛水的人 他的閉氣時間可以是長一點的 甚至他的朋友真的連貫這些 他會覺得去到那個位 反而覺得很清醒很輕鬆 就是很輕盈這樣 但是具體那個 當然那個上水 就是下水上水要很小心 不可以令到自己出現了缺氧的情況 但是我開始以為是這樣 但是原來這次熬了二十多分鐘的那個 就不是用這一招的 他更瘋癲 他還沒下水之前 狂吸醇氧 將那個血液裡面帶氧 幾乎就逼到極限打爆它 於是乎就是說 他就算在水面 他不是潛落水底 於是乎本身的血液也有很多氧 就是這樣 他只要強行克服得住自己的那個 心理反應 就是閉得住他的氣 就是你只能忍得住氣 那個肺很掙扎 很辛苦 就是那種窒息感覺很辛苦 克服住那種感覺 但是呢 克服之餘就是 他的血裡面還有很多氧氣 所以他身體裡面的那些氣管功能 繼續能夠有效維持 就沒有出現到那個缺氧的情況 於是乎才能癌到那二十多分鐘 我講就講得很簡單 其實原理就是這樣 但是實際上我覺得真的是很辛苦的 真是神經病 這樣都捱得到我覺得很神經病 就是我覺得這些人呢 如果他不記得了 去吸很多狂吸氧氣 就是打爆自己 充滿了氧氣 你要強行自己忍到呼吸 忍到自己窒息而死 這些人是做得到的 就是這樣練法的 我也是很… 但是呼吸不呼吸 其實這個不是有大佬控制的 他竟然可以做得到 就是你問我們地球上面 有沒有第二種生物都做得到呢 海豚 海豚都可以就是 硬不上水去換氣 硬自己這樣在下面窒息而死 當他移車制住 是因為他心無可戀想自殺的時候 就會這樣 人就是說 我都不希望開發自己一個這樣的能力 就會是這樣 但是從這裡你會看到就是說 我們一個人他缺不缺氧 很多時候就是看我們血液裡面 含氧量有多高 回顧我們這幾年的瘟疫情況都是 瘟疫這個這樣的肺炎 為什麼殺死人呢? 就是令到我們吸氧的能力低了 我們可能還要帶一些 測血氧的機器去看一下 如果你跌到只有92% 90%就要小心了 你的肺的功能已經開始低下了 開始缺氧要帶呼吸機 來幫你去把更加高濃度的氧氣放進去 甚至乎幫助你去呼吸 令到你可以吸更加多的氧氣 用一個外加的機械去提高你血液的氧含量 那就是 它在一個最快的時間提高血液的氧含量 其實是一個急救裡面非常重要的課題 我們現在就是說 似乎你只能夠靠維持著呼吸 或者去提高我們供給呼吸裡面的氧氣的濃度 我們不要只是說70%氮氣 20%氧氣 我們將氧的濃度高一些 於是我們就希望繼續運用身體的呼吸機器 來將那個血裡面的氧含量去推高 那現在目前你說的那個急救的技術 都是停留在這個層面 就是你可以天馬行空地想 我們有沒有辦法去透過 不是我們跳開了那個呼吸管道 我們直接由那個靜脈注射 令到有大量氧氣 由那個靜脈注射進入身體裡 行不行呢? 當然你不可以直接打氧氣下去的 不行的 但是會不會都有其他的方法呢? 現在我們都沒有想到的 但是其實就是今次這個 自然其館的報導這個研究 令人開始去 似乎會不會有少少的眉目去想這件事呢? 因為我們似乎現在有能力去將那個 一些的液體的含氧量去提高 甚至乎去提高到那個地步的含氧量 是比血紅素厲害的 其實比對方的數字 就是其實普通的水 你都可以溶到少少的氧氣在那裡 但是就是因為我們的身體有血液有血紅素 血紅素是會令到我們這一種 那種紅色的液體呢 那個含氧量是提高了好幾十倍的 比起普通的水來講 所以為什麼就是說我們這個血紅素這麼重要呢? 我們的呼吸就是令到那個血紅素可以 將那個二氧化碳扔開 將那個血紅素裡面呢 就留一個位置來去扔一塊氧氣下去 所以只是講到那個血紅素的化學機制呢 其實已經是一個很大的學問來的 其實這裡已經是講了這幾十年來 我們能不能夠自己重組一樣東西 去有血紅素的功能呢? 有人去玩這些東西但是我不知道 而很多這些研究更加有趣就是 用電腦方程去模擬的 就不需要真的在化學實驗室那裡做的 就會有這樣的事情 那現在就是說 似乎我們有人提了一個方法 不是在講血液 是普通水的攜帶氣體的能力是大大提高的 就是在這次的研究發現就是這件事 那現在在那個血液裡面呢 就是我們不要講急救了 在平時我們那個血液裡面的大氧量 對我們的健康有什麼影響? 其實就這樣說吧 我們的血液的大氧量又不可以過高的 但是就是說如果我們就算憑血 都能夠比較有效地去提高到那個的大氧能力呢? 那我們就比較幫到那些憑血的人過一個正常的生活 就是衰一點這樣說 一個普通人你提高到我們帶氧能力的話呢 我們去玩一些的競技運動的時候 的表現可以好一些 就是可以違禁的方法來的 多了一些新的方法 但是另外就是很實際就是說 如果我們去一些高原氣候 大家有機會去玻利維亞高原 西藏高原出到什麼意外 趕不及下山的時候 如果給了氧氣都不太好 就沒有一些其他方法去救人 那提高 就是它是可以令到人的運動表現提高 生存機率提高 我就會說 那我們自己玩開 就是sports都有這樣東西 譬如試一下戴口罩去做劇烈運動 最近出了單戴口罩打排球 馬上輸了第一局先 那你沒有練 我們都試過 但是那個原因是什麼 就是如果你能夠令到 你吸少一些氧氣都可以做到同樣的事 就是換完之後你的心肺功能 是提升了的 是的 會有這樣的訓練 有一屆那個 南美洲國家杯 玻利維亞特別厲害 就是因為那屆要去玻利維亞比賽 是的 人人都踢不動 踢到沒有氣 是的 所以你那對球要預先提前 一個月去那裡集分 適應那裡的氣候環境 令到那些運動員的血紅素增長 到足夠在那裡有劇烈運動的程度 才可以 我們現在就是以為 好 我們今天四次就完成了 但是現在我們每一次都會有一個 新加的環節就是科學會 我們下一節就完成了 先生 給我補多小句 因為其實我都沒有講到真正正 它是怎樣做到 讓我嘗試用一句說 其實就是說它這次這個研究 它嘗試用一個什麼方法 來提供那個水的含氧量呢 其實很有趣的 就是說它盡量令到裡面 它有一塊再看 就是它不只是水 它需要加一些雜質 那個雜質是一粒固定的結構的 那個結構令你很容易 trap到很多的氣泡在裡面 嗯 而這些的氣泡呢 我們其實就是透過這個結構 方便我去穩定了這個氣泡 於是這個氣泡在裡面呢 我給多一些氣體下去 那個氣壓是比外面的大氣壓 我一樣可以的氣泡是固定了在這裡 就是它裡面那個 其實我們找到一個 就是一種的物質 我將它放在水裡的時候 它可以令到水裡面 trap著那個氣泡的能力高了 於是我可以帶多了氣體下去 出來的效果就好像 多了氣體溶了在水裡面 收藏在水裡 這樣 而在裡面的壓力 就是那個量是多的 你可以想像就是 會不會有一天 我們將這堆這樣的含 很多氧氣的這些物質 去注入我們的體液裡面 令到我們身體含氧量高呢 那幻想是這樣 說是這樣 但是實際上 你身體的血液 也不能夠容許你輕易地 打這些物質下去 這個是另外一個課題 但是我只能夠說 就是這次一個開始就是 我們能夠有一種人工的方法 將那個 而且是一種很物理的方法 不是化學的方法 就是將那個氣體的一些 的氣體溶解能力去提高 那我會覺得是 未來就有非常大的應用 它未必在那個生物急救上的應用 說不定在一些科技工業上應用 有都不齊 那會值得留意下去 那我想我要介紹一下 多謝 好 那我們下一節回來